有很多人被忘记卡西本,就是因为他的谈花眼,眼睛大大的很好看,睫毛也很长,双眼皮自带眼线,吃惊的时候就睁大卡斯兰大眼睛,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很好看,但是这么一双大眼睛受伤了,可怕大家心疼坏了,小男孩本来就不那么精致,不懂得照顾自己。 在今天下午刚放出的中餐厅花室中小凯的眼睛就受伤了,王俊凯跟小白一块骑车,两人都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,骑车一个比一个骑得快,科尔玛的阳光很好,自然空气中也会有很多的小虫子,王俊凯骑车那么快,很容易虫子就飞到眼睛里了,有虫子飞到小凯的眼里后,他就停下热泪一下,但是不管用, 一就睁不开眼睛,他就残眉着眼睛,慢慢的骑车到餐厅,到餐厅后大家都很关心小凯的眼睛,赵薇姐很关心的看他的眼睛好像有点肿了,眼睁不开,于是就拿了一些要让他处理一下,大家都是很温暖的人啊。 小凯在这些人中是最小的,大家拿他就当宝宝一样很担心他,最后小凯洗了一下眼睛出来了,最起码眼睛睁开了,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时, 黄阿玛张启琳就说小孩子容易出现这样,这里破了那里痒了呀,说这句话的时候黄阿玛眼里满是宠义,就完全全把他当成了小孩子,其实人家也不小了,马上就十九岁了呢。 听到被人说小孩子,王俊凯倒是没说什么,而身旁的小燕子赵薇却毁对了黄阿玛,不要这样说了,人家是一个大人了,特别成熟也特别懂事,这场景就好像自己家的孩子被外人冤枉,然后当妈的出来阿玛一样,赵薇姐对小凯是真的很了解了,知道他不是小孩子了。 随后张启琳说小凯是个忧郁的小伙子,转头又问小凯,你忧郁吗?小凯使劲摇头,然后对黄阿玛说,咱俩还不是特别说,小凯说话真的很稳直,不仅是对熟悉的人还是不熟悉的人,他都是有啥说啥,做最真实的自己,说完跟黄阿玛不熟之后,赵薇姐也有觉得小凯太可爱了, 看来也算半个迷紧了,他也很喜欢小凯呢,在餐厅中王俊凯全老董事,还特别的能干,会做很多美食,姐姐们都要被迷住了,不断的夸奖小凯,这么优秀迷人的男孩子,真的是中餐厅的一个财富,别看有时候可爱的像个小孩子,但是他内心也是很man了,就是披了点,在披的同时,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呀。 王俊凯在15岁的生日会上,有答应粉丝会照顾好自己,这么多年了也要说话算话哦。